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别太慌张 火力等长 自觉必让 且带我收拾这战狂 叶少要轻狂 龙弹也举撞 这一战不忘 我守不得挂 我守不得挂 随便租量算了 反正能开到解解口就行呗 话可不能这么随便乱说 万一让里边的人给听见呢 等会儿觉得我们不懂 屯心坑子 那怎么办 你来 我告诉你 只要是这带轮子的东西 我都懂 看我的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 租车要去大公司 这种小门面 怎么能够满足我呢 我不要面子的吗 这边四百一天 外面三百一天 不做算了吧 两百八一天 不行 她说不行 我来 您好 我看您那车呢 都有点又老又旧的 还有这里 不是吧 刚刚我们看的寨子 怎么说也有大几百户呢 可这寨门又旧又破 凌风街的人过得这么穷啊 不是穷 是弱 这里地处镇魂巾的边陲 周边重山峻里环绕 十分闭色 连穷营殿和淋浴都烂得过温 所以经常恶灵出没 加上这儿的人原神力 普遍较弱 很难抵御外来的侵袭 所以看上去就破败一些 雷洛 你知道的还真不少 之前曹温兵跟我说你有情况 不会是真的吧 我可是连刀都没出鞘 就把你打趴下 震魂街的刀 你根本就不懂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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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你们踏风族的人就是会搞偷袭 什么偷袭 你 我这叫正大光明的救人 欺负女人男人最没有本事了 要打跟我打 你放心吧 有我在 你也逃出来了 也 曹温兵 他没来救你们吗 是这样的 是你母亲把我放出来的 她盯住我的守护原神很厉害 让我来帮忙 你们这帮寄神人仗着守护原神厉害去狐家虎卫 不要你们帮 我自己来 你 李雨 其实今天来 我是想向你解释清楚原位 我们三人要去卢花鼓楼 其实是为了救人 救人 对 我那个昏迷不醒的同伴叫曹燕冰 十年前她的母亲进入卢花鼓楼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来 所以无论如何 她都要进到鼓楼救出母亲 至于夏令 她的父亲曾经是镇魂将 十年前死了蹊跷 所以她要进到鼓楼调查清楚 那 你呢 我自然是为了水儿 水儿 你女儿吗 你找到她了 找是找到了 但是三个月前 我遭到奸人迫害 水儿也受到牵连 冤神魄散了 怎么会这样 我听说卢花鼓楼里面 有一个叫蓬莱的秘境 其中还有神之力量 而且能够净化污秽 有回水万物的功效 所以我就在想 我能不能进到鼓楼里面 利用这种力量救回水儿